汪汪同学爱帮忙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不知道呀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小狗来我家的日子 小狗 你叫我了吗 什么 怎么是二十几呀 还有比你更可爱的小狗好不好 知道了 是这只小狗吗 你好小狗 等一下 有些小孩子像你一样 跟着就不知道怎么对待小狗 我来教你一招吧 你怎么教我 画面中出现了五只小狗的脸 来 我来出题 你来打 如果错了 小狗的脸就会一个个消失 如果小狗的脸都消失了 你就没有资格呀小狗啦 现在还不用那么害怕 来吧 第一道题 下列选项中小狗最喜欢的是 一 散步 二 汪汪同学 当然 是我啦 二号 汪汪同学 错啦 正确答案是一 散步 小狗的活动量很大 每天至少要散步一次 小狗 小狗如果出现一些问题行为 可能是因为没有散步 那顺便可以和小狗亲近一下 先去散步吧 汪汪同学和小狗开心地出来散步了 汪汪同学 你忘了吗 哦 忘了什么 不知道啊 我有什么忘了的吗 哦 不知道啊 狗链啊 即使小狗很可爱 也有一些人会感到害怕 小狗很可怕 对不起 特别是对小朋友来说 又错了 下一题我一定要答对 汪汪同学 小狗生病了吗 发出哼哼的声音 这不是谈到 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 应该是 那个 没错 小狗不止止可爱 它不能自己收拾排行物 所以 一定要带上 散步包 真实的 现在要正确选择放在散步包里的东西了 哦 好啊 排便袋 需要这个 戴上吧 还要戴上纸巾 小狗 小狗用的水杯 口渴的话可以喝啊 戴上 饼干 当然要戴了 为什么要戴饼干呀 难道要给小狗吗 啊 没有没有 散步累了的话 我也可以吃吗 这次就放过你吧 这是在干什么 请听题 小狗为什么要会去闻其他小狗的屁股呢 一 因为想变亲近 二 因为想打架 会不会就是二号啊 哦 孩子们 别吵架 不是那样的 小狗们 各自的屁股都有特有的味道 如果遇到新的小狗 就会通过闻屁股的味道 互相了解 哦 原来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 还原是在吵架呢 嗯 哇 正好肚子饿了 太棒了 什么事啊 汪汪同学 散步的时候 不能把视线 从小狗的身上移开 如果小狗 吃了路边的东西的话 可能会生病 哦 小狗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竟然还想养你 是我的错 真是的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真的吗 哦 对小狗可以做的行动是 一 用力推 二 骑上去 三 强行移动 四 紧紧抱住 啊 哎 太简单吧 答案是 四 啊 等一下 即使小狗 再可爱 紧紧抱住 他的话 会不会很闷啊 我的答案是 没有 答对了 耶 哇 谢谢你 不管是你老了 还是生病了 我都会一直 好好照顾你的 还不错呀 啊 咱们 晚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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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 感谢观看